最近,南航长洲飞深圳航班起飞前发生了一起空城人员坠落的事件。 据报道,事故发生在8月24日晚上,一名乘务员在准备与地面工作人员交接前续航班旅客遗失物品时,意外从客机车跌落。 虽然事故造成乘务长受伤,但南航深圳分公司已安排专人陪同受伤乘务员前往医院救治。 目前情况稳定,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人都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和原因。 南航深圳分公司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称事故发生在8月24日14点40分左右,南航CZ3352航班起飞前。 当时,乘务长在客机车区域处理旅客相关事宜时,突然撤离,导致乘务长衰落。 虽然事故造成乘务长受伤,但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安排专人陪同受伤乘务员前往医院救治。 目前情况稳定,对于这起事件,有人认为这是南航的一次重大失误,因为乘务长是南航的一名重要员工。 也有人认为,这起事件可能是由于乘务长的疏忽或失误导致的,应该对这起事件进行深入调查。 南航深圳分公司表示,将继续关注该事故的进展情况,并为受伤乘务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同时,公司也将对这起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总之,这起南航长州非深圳航班起飞前空城人员坠落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希望受伤乘务员能够早日康复。 同时也希望南航能够认真对待这起事件,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旅客的安全。